大家好,欢迎收听以话以话,我是旧杂志 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只有我一个人为大家来捧读 是一个番外节目了,所以是一个捧读的内容 那为什么只有我在呢? 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周,杨老师和我呢 在中国南方的五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巡游 或者说南巡,拜访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也看了一些不同的空间,商业的空间,艺术的空间 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做这件事情呢? 也是为了我们的主业,也就是艺术发行 为了画画这个品牌,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与更多的新老朋友们一起做点事情 那么这两周的旅行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杨老师还在家休整 那今天的节目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大家也会也是非常熟悉了 他原本是一名文化评论人 一位书评人 那最近就像我非常喜欢的音乐组合 五条人一样 这位作者也不断地在破圈 就在前不久他参加了一档娱乐节目 叫做吐槽大会 我估计大家也已经猜出来了 当然了 我这个关子卖的也没什么必要 因为大家在本期节目的标题里应该已经看到了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于徐志愿 可能不少人也看到了徐志愿最近在吐槽大会上的表演 或者说表现 大家都知道 吐槽大会的文本呢 都是由专业的编剧撰写的 参加节目的行外人 无论是演员呢 还是法律学者 还是文化人 他们的表演主要就是 把一个稿子读出来 估计徐志愿老师的演出 《八九不离十》也是一次捧读 可能大家也都看了 不过我猜里面挑衅或者说 业余清华大学的那两句 可能是来自于徐志愿老师自己的手笔 而今天我要捧读的这篇文章呢 就百分之百是徐志愿老师的手笔了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抒情的陷阱 副标题是浪漫的读塑 从标题里也读得出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 批判的对象呢 就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潮 以及经历过文化潮一代人 在之后岁中体现出的一些精神状态 那许志愿在两千年 对八十年代的反省 到底是怎样的呢 那我下面就来捧读这篇文章了 抒情的陷阱 很长时间以来 我生活在八十年代的阴影中 诗歌的断片 音乐的断片 还有他人回忆的断片 经常让我陷入对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无限冥想之中 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这样无限的感慨道 对于诗歌的热爱 对于艺术的热爱 对于理想的执着 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 对于爱情与酒的激情 这些提炼出的八十年代精髓 曾经让九十年代后期进入大学的我们神往不已 我们在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与北大往事的陪伴下 不断地试图在幻想中重温那个年代 毕业这一年 我在重新检讨大学生活的时候 开始隐隐地感觉到 对于八十年代的一厢情愿的向往 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它让我们混淆了激情与矫情 无知与单纯 激情与偏辖之间的界限 紧接着 我在社会上不断遭遇到八十年代 毕业生的固隐自怜 滥情与狭爱 让最初的隐隐之感逐渐地鲜明了起来 让人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 这些已经年近中年的人 不断对于当下环境进行着无休止的批判 他们不断地通过回忆 来隐藏到历史的空间之中 不断地愤怒与哭泣 当我在阅读米兰昆德拉的 被背叛的遗嘱时 无意中捕捉到卡夫卡评价 迪更斯的一句话 心灵的枯燥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读到这句话 我的感觉终于在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昆德拉在引用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 对感情化这种批判 所针对的不仅是迪更斯 而且是广泛指向浪漫主义 指向他的继承人们 而且他指向崇尚心灵神圣教会 八十年代是一个感情化的年代 校园里与大街上充斥了 各式各样的抒情诗人 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引以为傲的一点 他们在回忆中不断地强调着 他们如何将生活浪漫化 激情化 诗歌化 他们在泪水与欢笑中歌唱 但是在重新检点八十年代诗作时 我们发现了可怕的苍白 除了极少数的精品外 烂情作品构成了主流 在那个年代 诗歌被当成了一种通向民生 爱情与自我怜悯的最直接手段 在此 我无意否定青年人将诗歌 视为抒发情感的行为 我所否定的只是 这些当年的青年 在多年之后 依然沉溺于此的状态 当然 我需要将时间推向 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 那是人们情感极度荒芜的年代 连班主任与伤痕这样的蹩脚小说 也可以走红的年代 这样的小说 其实也为八十年代的精神生活 定下了某种基调 就是情感大于理智 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 这种情感型的诉求 也正是中国文化核心所在 中国文人的一切文化表现 漠不在于对情 对情 对物的无原则抒情 而在五十年代之后 抒情被推向了极致 并深深地刻入了 中国人思维的DNA之中 也就是说 在面对一样事物时 我们已经忘记了 用理智来分析 而习惯性地 用情感进行抒发 而八十年代 不过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 只不过青年们寻找到 一件看起来更光鲜的武器 诗歌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多青年的面孔 在诗歌中呐喊 哭泣 精神失常 那些看起来 惊天动地的行为 背后的驱动因素 是如此的简单 就是自怜 与爱情 或者渴望成名 尽管八十年代 并非只有诗歌 但八十年代 一切让今天的人们 无比怀念的情感 都带有一位 业余的情感诗人 所必有的素质 抒情乃至煽情 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 八十年代的标志性符号 让今天的我们唏嘘不已 不管是罗大佑 崔健 或者山奥上的中国 与和尚 还是胸前 佩戴着北京大学校徽的 满口民族未来的青年才俊们 他们给人的印象 就是激情大于理性 他们很容易让人陷入 暂时性的晕眩状态之中 在其中我们忘记了如何认真的思考 我并非否定激情 我所努力在强调的是 仅有激情是不够的 甚至是危险的 在如此不满的对八十年代 完成断片式的叙述之后 我终于搞清楚自己 到底要表达怎样的观点 我所坚持的是 作为具有成熟思考能力的人 我们必须对复杂的世界 具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必须努力让我们眼前的事物 清晰起来 就这样 我们才可能为整个社会的发展 提供更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八十年代所代表的气质 与这种愿望有着清晰的裂痕 对于情感的过分强调 往往会掩盖事实的真相 在一种过度的抒情之中 世界变得更加模糊 局部演出了整体 我并非否认情感的重要性 我想再次声明的是 八十年代 与其一脉相传的中国文人式情感 与博大的情感之间的区别 前者是一种绝对的 以个人喜好为中心的 它带有强烈的偏狭色彩 而后者更多是一种悲悯情怀 它覆盖着更广阔的范围 那么我用卡夫卡评价迪根斯的这句话 来形容八十年代是有其恰当之处了 而八十年代青年在今天的表现 又不断做着验证与补充 这是前所未有的号称怀旧的一代人 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 除了几百年前的支烟片以外 他们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缺乏基本的了解 而文人式的情怀 让他们对于现代科技与商业规则 心生厌烦与疏离 那么在这个全球化与互联网成为主宰的时候 当他们真正与世界体系进行接轨时 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 所以他们高举着情怀 乃至人文精神这样的气质 显然 首先他们误读了人文精神 他们将一种软弱自怜 与敢于哭泣叫喊的勇气 视作为人文精神 将自己的无能 视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高峰谅节 在高小松的纪念文集 在高小松的纪念集的文案上 这位八十年代末的代表人物 不断地重复着眼泪 白衣飘飘 乃至鼓足最后的勇气 不过是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得再大一些 高小松有效地调动 其两代人最脆弱之处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 在自己越发苍老时 而且在青年时的知识结构 与个人情怀一发被置于时代的边缘时 只能通过怀旧 让自己回到青春而强大的年代 而九十年代的年轻人 他们的强说仇的年纪 决定了他们对此不可抑制的情和力 在我们为高小松 以及他所代表的八十年代情节感动的时候 却忘记了这种情感的幼稚与偏向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 只要感动就足够了 感动本身也是一种勇气 如果你始终把自己 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 更广阔的情感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 是有区别的 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 尽管有些残忍 但我依然以为八十年代情节中 充斥了当时的无知与幼稚 我已经说了太多八十年代的坏话 像每个曾经深陷八十年代情节的人一样 我与长大了的八十年代青年 一起无读了那个时代 我们用夸张的情感来演示 其实枯燥而干燥的内心世界 现在是到了一个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学会调整狭隘的自我情感 转而来拥抱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体验更多 毕竟我们无法永远生活于无知而快乐之中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是差不多二十年前 是居然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反思的对象呢 又是当时的二十年前 它是写给青年听的 我不知道对当下的青年是不是有所启发 批判的一些状态可能并不是时代性的 而是跟个体的经验 尤其是年龄有关 它甚至是带着一些生理性元素的 所以对于当下的年轻人 或许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中 或许也有一些许志远老师的粉丝 那么不妨也对比一下 二十年前的他与现在的他 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 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关于这篇文章中具体提到的一些话题 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 与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的这档番外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见